这会给人压力吗 就这个角色要求我是帅的 那都没有 像我那天采访那个霍建华说 他说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 我没想过 他说我现在就会特别困惑 说我以前别人找我演戏 我会明白他会觉得 我适合来找我演 但我从现在开始 我会有一些不确定 你找我演是因为我好 还是因为我红 你会有这种困惑吗 还有这个事你会觉得 无所谓 只要这个角色我喜欢 你为什么来找我 我其实并不用太在意 演员是这样的 演员说到底是被动的 一个职业 就是以我们传统的这种 工作方式来说 肯定是你等着别人来找你 当你有能力可以去挑选的时候 就是同时有几个本 当你有能力来挑选的时候 那你就是化被动为主动 这个时候 那到底是合适还是红的 我觉得可能红的成分会更多一些 因为大家需要你 需要你来参与这个戏 参与这个项目 但是你千万不要排斥 不要困惑 你觉得他们是因为红 才来找了你 其实你要感谢你的人气 你的市场的价值 因为有了人气和市场价值 你才能够去挑到 最适合自己的剧本和角色 如果你完全是靠等待的话 你很难能够等到一个 真正适合的 我在这方面还是挺坚持的 我不会说完全没有看过剧本 然后只是经纪人说这个好 就去解 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